老板是英国人的,球队是美国人的,所以他们就是来恶心中国人的。 这是我对这次梅西之乱的第一反应。 为什么呢?因为上一场在沙特能踢,下一场在日本也能踢,怎么到了香港就有伤了,就全程黑着脸。 摆这张臭脸给谁看? 现场从始至终一言未发,拒绝和特首及球迷握手,说好的下半场替不上场,但连外套都没脱,甚至脚踩球迷球衣,这显然是要向谁那投名状啊? 可能是内地文旅卷到了香港,党府出于促进经济发展的考虑,决定联合主办方TATAL ASIA共同举办这场由美国迈阿密国际队与中国香港队进行的友谊赛。 而香港足协主席霍启山则承担监督之责。 为了给这场体育盛事造势,香港可谓把最硬的鳞都用上了,港府亲自到机场迎接球队,规格堪比外国元首到访。 全港的户外大屏,巴士广告,全是梅西的身影,甚至大小商家也参与到了预热中。 连老古董压林浩也在主番上挂上梅西半身照,在维多利亚港来回穿梭。 比赛当天,香港各界名流更是西数道场,特首李家超,财政司司长陈茂波,文旅局局长杨润雄,以及梁朝伟,刘嘉玲,冠军运动员何时辈等文体名流也前往驻阵。 广大球迷都不用了,能容纳四万人的香港球场,做无需席,他们千里迢迢花费巨资,就是这了能在现场一睹球王梅西的风采,幸运的话还能弄个签名。 而根据主办方与迈阿密国际的商业协议,梅西必须至少要上场45分钟。 赛前主办方与迈阿密再次确认,梅西将于下半场作为替补上场。 但接下来的操作让全场球迷愤怒了。 当球队入场念到梅西名字时,现场掌声没动,但梅西却推迟五分钟才出现,面无表情,手插苦兜。 上半场时,梅西全程坐在替补席上打瞌睡,面对全场数次高呼梅西,他充耳不闻视耳不见,连外套都没脱,一点上场的意思都没有。 到中场休息时,迈阿密却突然通知梅西无法出场。 主办方三次紧急协商,要求梅西按约定出场,但遭到梅西拒绝,后退一步让梅西领奖并向球迷解释,仍畏过。 现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来自梅西的蔑视。 有人说他这太不尊重香港球迷了,我要纠正一下,他不是不尊重香港球迷,是不尊重中国球迷。 再后,迈阿密国际主帅马蒂诺解释说梅西有伤。 这个说法显然不成立,有伤可以不上场踢球,但和球迷互动一下是可以的吧,连做个样子都懒得做。 很快,阿根廷权威媒体泰就出来打脸了,声称梅西没有受伤,身体状况良好。 而接下来,他的日本的表现,也证明他在香港的表现,就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秀。 在日本一下飞机,就与球迷热情互动,脸上阳光灿烂。 身上的伤,也神奇般的痊愈了,今晚在日本竟然上场了,弹跳自如,剑步如飞,真是欺人太甚,气煞我也。 是因为河污水,还是因为日本给的钱更多,所以他一下子就心情大好。 香港票价是809元至4488元,但日本只有241元至2173元,贵一倍啊。 所以,负责监督赛事的香港足协主席霍启刚也非常愤怒。 他表示,看着直播的我感到非常失望,也为现场的嘉宾及思义感到尴尬。 我们为球队到来准备的惊喜安排,却被狠狠践踏,令人遗憾。 我相信,香港球迷并没有感受到被尊重。 我也非常认同霍启刚的说法,既然赛前有约定,作为一个国际球星,不尊重比赛,也不尊重粉丝, 看不到一点体育精神和企业精神。 说好听点是不尊重合约,说难听点这就是诈骗。 正是因为有契约在先,所以全港包括全体球迷才会有梅西上场的预期,而梅西不仅没上场,还充满了傲慢。 梅西的表现连美眉自己都看不下去了。 他们把梅西、Messie发音与拼携相近的混乱Mess,组合起来点听此事,称之为梅西之乱MessieMess。 美联社、鹤芬邮报和麦阿密先驱报都借此纷纷玩耿式,称梅西此行一片狼藉,以至于从梅西变成了混乱,这里做法太不低道。 其实全世界热爱足球的人都一样,都会共情这起事件中的香港球迷。 国外球迷已经攻陷了梅西的评论区,第一条热评就是批评梅西不尊重亚洲球迷,而麦阿密试图把过错懒到自己身上,以此摘出梅西。 但这种行为在逻辑上狗屁不通,上一场有沙特,下一场有日本,唯独香港有伤。 事实上,真正的受伤的是现场的四万香港球迷们,他们在梅西一脸轻蔑中迎来,又在梅西一脸不屑中目送,侮辱敢拉满。 他不可能不知道美国NBA篮球How of Fame得主Julius W. Irving的一句话,尊重远比受欢迎更为重要,也更为强大。 而梅西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,向来也都是谦逊有礼的,而这一次确实让人大跌眼镜。 很显然,这背后有政治操弄。 无论他的足球踢得有多好,也无论他曾经有多受中国人欢迎,只要他沦为政治工具,就是我们的敌人。 你可以说,体育没有国界,但体育明星有。 从他进入香港的一连串表现来看,更像是一次投名状。 如果这次梅西打脸打得不够疼,那么以后没东没南没北都会跳出来,摩擦我们的尊严。 如果某些人还有点骨气的话,就立即马上取消恒州和北京厂,宣布全面封杀梅西。 梅西在香港不出场,不握手,不回应,不装不演,态度已经很明确了。 他已经选择了他的立场,我们也该有我们的态度。